美中贸易战再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向5500亿中国商品再加装5%的关税 报复中国早前的增税措施 这还不够 特朗普还连发了十多条推文 炮轰中国北京 更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 呼吁美国的快递公司 笔制运送中国药品 随着中国星期五宣布 对750亿美元 大约3140亿利级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后 不甘失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星期五在社交媒体推特大喊 这是不公平交易 中国不应该征薪税 这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他随即以牙还牙 宣布美国将从10月1号起 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 从25%提高到30% 另外特朗普也改变决定 原定于9月1号生效的 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 也从10%增加到15% 这项消息溢出 美国和中国的股市应声下跌 道琼斯、纳斯克达 标普500指数全线下跌 收市时跌幅介于2.4%到3% 不少美国公司也对贸易战升级表示担心 因为他们依靠中国的原料制造及生产产品 美国零售联合会抨击 美中贸易战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利于营商环境 特朗普政府这时候加码关税 根本无事余补 较早之前 在中国宣布加征关税后 特朗普连环炮发出超过10则 针对中国的推文 先是放话美国不需要中国 并抨击中国每年盗窃美国几千亿美元 为了阻止神州 他呼吁所有美国企业 马上寻找能替代中国的供应商 或是把生产线搬回美国 此外 特朗普也指责 中国没有履行阻止 芬太尼流入美国的承诺 点名要求联邦快递 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亚马逊和美国邮政等物流运输公司 拒绝递送来自中国的芬太尼药品 面对特朗普的制裁 中国国务院在星期五发公告指出 中方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 是应对美方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之举 欢迎订阅